- 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剛剛就可以看到這個東京食品展 其實是為高雄帶來了很大的一個曝光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談除了日本的行銷 其實還有其他海外的行銷 其實高雄市農業局也都在積極努力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段VCR 請看VCR 一句簡單的日語 向高雄市農產品表達了最親切的甜蜜感 高市府農業局在2023年 外銷到日本的水果產品總量 直接來到了3700多公噸 台幣金額更是超過1億元 今年更是和日本東京購物電視台 虎之門市場合作 並攻擊有6家電視台同時播出 收視涵蓋率達日本人口數的7成 加深了日本消費者的印象 進一步征服日本民眾的味蕾 這一次我們高雄首選特別前進東京日本 以及整個跟電視購物合作 我們在虎之門的電視購物裡面 進行這個拍子 那我們在2月29號跟3月4號連續兩檔 我們就會將高雄市的蜜藻 還有我們高雄最驕傲的大鋼商蜂蜜 我們到日本進行這個團購禮盒的這個銷售 在上一週這個日本的東京電視台特派 就已經進來高雄進行我們的農場 蜜藻園還有我們蜂蜜地方的產區的採訪 那我們去年整個高雄的國品到日本 這個外銷成績相當好 有3700公噸達到1億以上的這個產值 為了將多吃鮮甜 口感爽脆的高雄蜜藻滋味 直接呈現到日本觀眾眼前 日本東京購物電視台虎之門市場拍攝團隊 不遠千里而來 深入高雄蜜藻產地 以及大岡山區 介紹當地優質出品的農眼蜜和荔枝蜂蜜 主播馬場桃子在進行現場品嘗後 也幾乎第一次享用到不同於日本的水果蜂蜜口味 和皮薄清脆的蜜藻 感動的直呼太幸福了 感受到日本消費者對於台灣農產的熱愛 高市府農業局持續與新型態的行銷方式 拓展海內外市場外 未來也不排除在高雄首選電商平台上 規劃設計加上英日語的點選方式 讓更多國內外籍民眾 甚至到居住國外的消費者 都能上網選購高雄特有的農產品 高雄首選平台我們建設很多年 受到相當多朋友的喜愛 那目前的狀況是 國內的民眾能夠直接上網選擇 我覺得剛剛所提到的下一階段 我們希望能夠擴展國際市場 有沒有機會將它做多語化 英文版或是日文版本 喜愛台灣的水果日本的朋友非常多 一些日文版本能夠讓在國外 甚至在日本的華人朋友 甚至日本朋友他們直接在海外直接下訂 在台灣做這個時候 我們會來努力試試看 因為跨國的生鮮運送有一點要透過一些 一些貿易的程序才能夠完成這樣的一個作業 因為生鮮有簡易的問題 近年高市府農業局推出高雄首選平台後 高雄農特產品仿佛進入了新的領域 開拓了國內獨有的消費市場 同時在海外 更是建立出優質品牌 帶動其農民源源不斷的商機外 透過美食的交流品味 拉近也深化了跨國民眾相互間的情感距離 好的有沒有看剛剛影片就覺得說 這個蜜藻看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那其實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呢 在推動這個蜜藻以外 其實因為剛剛其實講了很多蜜藻的好處 那其實不只有蜜藻 其實還有各式各樣的農特產品 其實都是積極的推廣 也希望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 那我們想要詢問一下副作 就是在這個部分啊 其實除了日本以外 其實高雄農業局其實也推廣了 其他更多的海外的一個市場 請副作幫我們分享一下 好 就是高雄重要的 另外日本以外的市場就是加拿大 那加拿大就是 我們高雄主要以我們的巴勒為主 巴勒跟金黃芒果 我們每年都會往加拿大 是加拿大華人地區 尤其是溫哥華跟多倫多兩大城市地區 華人相當多 所以他們喜愛我們台灣的巴勒 所以巴勒是我們重點的 一個超市的一個地方 那第二是我們辛馬 辛馬 新加坡跟馬來西亞是南亞很重要的一個據點 而且是新興的潛在力 所以那個地方進行高雄的木瓜 番茄 巴勒 紅心巴勒等等 都相當的受到那個辛馬的 而且我們在新加坡職人超市他們的最大的一個超市 每年都會進行兩波的那個那個拓銘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到韓國去 就是韓國在兩年前 我們曾經高雄的蜜藻 也是首次往前往韓國 所以這個所謂的亞洲市場還有這個美洲市場都是我們的目標 那今年度那個農業局有一個新的計劃就是我們針對美加紐澳這四大國 我們希望將高雄的鮮果類 透過獎勵全國的貿易商跟農民團體來集運到高雄產品到達國外 所以我們最近提出一個新的計劃 希望這個美加紐澳將高雄的鳳梨 木瓜 還有那個玉盒包 巴勒等等這些產品 透過獎勵的方式能夠往外去做一些推展 我們希望有新的效果 也希望在美國能夠建立新的據點 所以其實蜜藻是主要銷售日本 那其他國家其實各式剛好說有沒有哪一個是主推的 對 就是現在巴勒主要是加拿大 下一步因為巴勒已經准入美國 所以下一步我們要推展就是 加拿大跟美國每家以巴勒長途運輸為主 那金黃芒果就是我們送的就是這個所謂的加拿大 那那個比較近的地方就是所謂的香港跟韓國 還有這個新馬地區 那除了鮮果之外加工品也很重要 因為農產品加工品代表整體台灣農產品六級加工的這個素質 所以我們會前進中東杜拜那個參加杜拜的食品展 那我們這一次農民前往參加蔬菜果乾跟蔬菜冷凍脆片 也獲得當地的喜愛 所以中東杜拜市場也是一個新的那個區域 穆斯林區域的部分也是一個相當有實力的地方 所以在每個地方我們都會進行嘗試 然後參加當地的這個所謂的食品展進行超市的拓銷 好 謝謝副作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詢問一下香化在這個銷售部分 因為其實香化根本主要是銷售這個高雄在地目前比較多啦 那其實在這個海外的銷售跟台灣本身的銷售 會覺得說有哪一些不同的差異嗎 或是有沒有希望就是有一些什麼樣的幫助 然後拓展更多元的銷售管道呢 是 其實原則上對我跟我的團隊來說 原則上內銷跟外銷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的原則不變其實差不多 就是首先你必須要先去了解你的客戶 他的需求是什麼嘛 那你了解你的客戶 了解你的市場 那你才可以因應你的客戶跟你的市場 提出他們想要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跟我們團隊其實這幾年 在對於內銷外銷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去差別 主要都是比較有希望可以就是用比較有系統的銷售方式 或是用比較有方法的銷售方式去讓我的客人知道 那盡量提供給我們的客戶多一點的便利性 然後把產地的資訊就是更透明 然後更及時的傳達到我的客戶端手上 就比如說像去年其實我們也有 我玉盒包外銷到加拿大 那玉盒包它其實產季的變化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要怎麼讓我們的在國外的客戶 能夠即時然後迅速的去知道當地的狀況 然後可以因為現在的狀況而去做調整而改變 持續的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產地上 就是不管是內銷外銷我們都需要 因為我們現在覺得就是現在是不管好的銷售 其實它的最大的來源就是它的執行力 跟它的管控能力 那所以這次也是我們在這邊一直在去做加強的 那其實我也必須說我滿幸運的就是在高雄市農業局 的輔導下其實我覺得農業局它其實常常是 在給我們這些農友農企業一個滿大的後盾 因為常常我們在外銷的時候或是內銷的時候 常常會面臨到一些可能需要跟廠商 或是一些執行上的困難 那這個時候其實農業局就變得很像是我們的顧問 他常常會在事實的時候協助我們很多 那比如說有一些檢疫的問題該找誰 或是有一些實際操作的問題該找誰 他們其實都會常常給我們很多建議 然後讓我們朝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在當高雄農友 還滿幸福的一個地方 謝謝香花 那其實因為有聽香花說 那個玉盒包的這個收成其實是滿短的 那如果說外銷到海外會不會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 或是需要積極克服的地方 對 所以其實這幾年也是我們都積極在去克服的地方 就是因為不同國家它的檢疫會不同 所以可能你要做的方式可能也不同 舉例來說可能到日本它是需要去做薰真的 那到紐澳它是需要去做低溫檢疫 那到加拿大它可能不需要這麼多的檢疫 但是它就是要求要快 然後跟可以上架之後 後面還可以有幾天的保鮮期間 所以其實因應不同國家 我們在做不管是採收前 甚至是採收後的處理 我們就會按照客人的需求 然後跟可能運輸的方式條件環境 然後都會去做不同的方式跟應對方法 而且是不是就是其實會滿感的 就是可能採收下來然後就要馬上送出去 玉核包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個很快速就會氧化的鮮果 它的殼可能一天就會黑掉 那雖然裡面沒事但是賣相就不佳 所以其實我們在產季的時候都在搶時間 我常常都說我們的員工都沒 就是我們都說我們就是工作那一個星期之後要休息一個月才有辦法恢復體力 因為那一個月那一個禮拜真的是需要全神貫注在每一顆玉核包上面 就非常非常的密集 是 沒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詢問一下議員 在這個部分呢怎麼看呢 會覺得說高雄在這個海外行銷的部分有沒有哪一些優點 還是說覺得說有哪一些不足或者是建議的地方需要加強呢 好 謝謝主持人 那目前我們高雄的行銷來說的話以國外的 好 國外的行銷來說以外國的華人為主 比如說像是馬來西亞新加坡或者是日本等地的華人市場 那針對在國外的華人市場來說是小眾 像這一次我們農業局來說的話主打電商平台 就有去教育到日本人怎麼去認識台灣的水果 怎麼樣去吃台灣的水果 先要有知名度 然後他們吃了試吃之後有好感度 最後才會有一些購買力 所以我會建議說未來在我們的行銷上面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預算可以在市府的部分編列多一點 我也鼓勵農業局多向中央爭取預算來做行銷 那有多一點的這種行銷的行為 我們想必台灣的水果逐漸給外國知悉的時候 購買力才會增加 就像各位觀眾朋友可以想一下 就像我們到超級市場去 我們去超級市場買水果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會挑一些我們比較熟悉 比較常吃比較了解的水果 不會有一些比較外觀比較奇怪 或者是連聽都沒聽過的水果 我們是不太會去購買 相同的道理 我用這樣子的行銷的一個觀念 來鼓勵我們農業局 希望未來農業局的行銷來說的話 一定要先打開台灣水果的知名度 這一次他們的表現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謝謝議員 那想要問一下副作其實就是這麼剛提到了 蠻多的這個海外行銷 有沒有就是印象中哪一個地方的 地區的銷售是最好的 還是說有沒有預計要再拓展哪一個部分 我來補充一下剛剛議員所提到的 對於國外外國朋友的一些 台灣特色水果的介紹 像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年我去我們到加拿大去拓銷 高雄的這個金黃芒果還有野蓮 美容的野蓮 那金黃芒果呢 在加州在加拿大那邊 大部分是南美洲的那種太陽果 它本身紅紅的 有一點像艾文 但是它挺酸的 我們那次帶了高雄的金黃 他說哇so big 這個我們說這個是芒果之王 台灣芒果之王 我們就帶過去金黃好大一顆 全鮮華非常漂亮 他們說沒有看過這種的芒果 然後因為金黃非常甜 我們切開來之後 只很薄 肉很多 他們驚為天人 那一顆 一顆金黃芒果在加拿大的超級 一顆500多塊台幣 我都嚇得了一大跳 但是當然 當然運輸成本也是很貴 但是表示說 有去推廣 有去試吃 其實不僅僅是華人朋友 其實外國朋友 他們真的很喜歡台灣的 所以我只要他嘗試過 他一定會喜歡 那第二個特色是 野蓮 水蓮呢 這個野菜在台灣應該九成 全部都在高雄的美農地區 然後呢 以前都在台灣熱炒店最多 我們大家喜歡嘛 那一次我們送到加拿大 在那個超市裡面去試做 在超市上架同時在外面 請廚師來做試做這個 野蓮的草野蓮 以及野蓮的那個涼拌 那個 那個我後來發現這些 加拿大當地本地的朋友 也非常的喜愛 這樣的清脆的口感 所以有推廣 品牌 不要這樣試吃 確實可以增加台灣農產的 銷售的廣告 那我們之後詳細再來努力 好 謝謝副作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馬上 回來